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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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的督导组吩咐到全国各地区 全国上上下下全都动起来 山东 山东第一批政法队伍交易整顿工作 据说取得初步成效 有成效怎么表示呢 我这个山东的政法口的朋友告诉我 两千多阴呐 两千多阴呐 两千四百七十七个干警主动投案 想想 山东第一批两千多个 两千四百七十七个人 这数没记错 两千七百 两千四百七十七个人 主动投案 讲清自己的问题 这是山东第一批的成果 知道吗 这么多干警主动提案 投案 那问题就多了 在司法整个工作当中 由于这个 由于这个 一个一个的故事 千差万别 总括起来一个问题 执法不公 对老百姓不好 袒护某些人 致使法律不能够得到彰显 致使一部分利益受损 对吧 这两天大家都在传一个事 传什么事 发生在旧山东的事 一个东北的一个小姑娘 在山东某整形美容院去垫鼻子 这个小姑娘本来不难看 对不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给张脸 自己还要造一张脸 我知道我难看 但是把我弄成刘德华 你适应吗 隔壁亡难的首先反对 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 还有千差万别的美 那才是自然的美 你把自己弄成一个 弄成一个都一样 都弄个蛇精脸 好看吗 不好看 但是你现在跟这个东北的把垫鼻子的女孩 你说不着啊 这女孩现在够苦了 怎么个苦法 鼻子垫歪了 她去投诉 找这个店家索赔 店家就威胁她 威胁恐怖啊 动手啊 抢手机啊 啪啪打嘴巴 而且威胁 要让这个女孩消失 走不出济南 你走哪 我跟哪 那个看着很年轻漂亮的那个美容院的老板 自己还自报姓名 特别诡异的是 她还让现场有人把那个录像给录下 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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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下来 比较怪的是 这件事可以拍成大片啊 爱美的女孩 这个片子比这个贾龄那个电影 我看的收视率不会低啊 因为爱美之心 人家有知 因为爱美的路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个一个的这种暗交显摊 一个一个坎 故事曲折发生在那个女孩呢 被屈辱的时候 录像的那个女孩是美容院一个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 那美容院的女孩 后来她自己 还为自己利益不成 于是她把这个视频给公开了 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活灵活现的一个美容院的老板 欺辱一个外地女孩的故事 这不是故事宣布 说到这儿的时候 这跟政法有整个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啊 但是呢 中间的情节是打电话给派出所 派出所的某干警过来 与这个美容院老板有说有笑 人家有个词叫什么词啊 夯瀉一气 勾连在一起 于是这件事情就曝光了 曝光之后就全过舆论盘响 那好了 现在山东第一次学习教育整顿工作结束了 这是肯定 刚刚发生吗 可以作为第二次的内容 还有一个也是这两天发生的 发生在重庆 重庆那是个什么事啊 重庆那事是一件事情 民事纠纷 然后呢 当时的这个女侍主呢 然后呢 就投诉了公安局 公安局那片警就过来 过来之后直接口头传唤 还动了手 还往人脸上喷辣椒面 完全是非法的 所以叫于中区法院判决这件事儿 后来这个派出所就发了一个通报 说是针对于中区法院判决 望龙门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 王某违法 派出所提起上诉这件事儿 我们于中区公安局认为 处警民警对王某进行口头传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对王某父母使用警械的行为 不符合相关规定 注意啊 这是人家公安局的这个通报里面讲的非常清楚 这件事儿 不符合相关规定 决定对父某陈某等处警民警 停止职务接受济检 济检监察部门的调查处理 并责令派出所撤回上诉 分局内王某级其父母申表歉意忠心感谢社会监督 这件事儿啊 我们必须说是个别现象 但是这个个别现象 您知道不知道 如果这件事儿不是曝光了 不是全国舆论华人 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处理结果 假如这个处警 它的上级和这个处警一样的态度呢 那这个当事者会是什么样的遭遇 所以说老百姓在和公检法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 最容易感受到底正义不正义 公平不公平 人道不人道 因此我们全国政法队伍教育啊 这个这件事情下了最大的气力 这么多督导组 吩咐各地 这件事儿高度重要 老百姓一看 好啊 一说这件事儿 隔壁王奶奶说 更看康熙威夫司法似的 我这个节目因为办的质量比较差 所以经常有人批评我注意 我哼了一嗓了肯定有人说 司马奶奶 你把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中国在今天改革开放的时候 我们的第二次全国政法系统的学习教育活动 比喻为康熙威夫司法 你是想把我们的社会主义比喻为封建王朝吗 我跟你说啊 上纲上线 跟你挑错的人 特别会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现在全国政法系统第二次学习教育活动 那么多督导组 吩咐全国各地 一定做的比康熙时代的威夫司法做的更好 对吧 那时候必须皇上亲自出去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个女部长出面就行了 我们各个督导组里面还有一些局长 处长 这些大人代表着党中央国务院 中央政法委 吩咐各地 那是有助于由老百姓实现公平公正的冤枉和理想的 我这样说行不行啊 对不对 我们容易想到清官大佬 也容易想到威夫司法 你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的确不是封建的清官大佬 但是老百姓啊 真有一种 有的地方受委屈了 被冤枉了 被侮辱 被损害了 伤高皇帝远 没人管啊 叫天天明 叫迪迪不灵啊 所以现在中央派督导组来 应该派的更多 应该有第二批 还有第三批 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现在江苏 江苏动起来了 我看江苏方面表示说 全国督导组到我们江苏 江苏我们一定要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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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然后呢 受理时间怎么着怎么着 还有天津 天津离北京非常近 但是天津跟北京不一样啊 我看天津检察院发布了 说检察为民办事事 四个检察部门现在开门搞整顿 送法进企业 注意啊 天津 天津位 开门 开门搞整顿 那就请大家来啊 对不对 还有呢 送法进企业 那对企业里面劳死关系的处理 你们到底怎么办啊 对不对 那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事 我看了看 那都很好 简单说 政法部门大幕拉开 利剑再出窍 长安建呢 这公众号叫利剑再出窍 说的就是全国政法系统这个整顿呢 如火如茶进行 哈哈 茶都不够了 要加一横要如火如荼了 那对象是谁 对象是谁 对象是谁 对象是片警啊 不是 片警的问题是要一级查下去 对象是中央和省级政法机关干警 中央的省级的政法干警 而且从8月16号全国第二批政法系统干部交易整顿动员部署会议以来 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层层召开会议 包括新疆生产建设民团做出动员部署 9月10号就前两天第二批这个环节结束了 进入到查究整改环节 前面是部署是动员 现在查究整改 查是检查的查 究是纠正的究 整是整顿的整 改是改进的改 进入到这个环节了 现在呢有个联席会议啊 整顿办公全国这么一个会议要求呢 补啊 叫补墙八个短板弱下 八个短板 一场场重要会议的严肃召开 传递出墙里的信号 所以这件事儿 老百姓高兴啊 这些巡视组 不叫巡视组 叫督导组 督导组 那中央派来呢 跟你地方这些官员 没有什么这个利益关系啊 那当然是敢动真的 敢碰硬的 走得深 走得实 而且中央这次强调 中央政法委 强调啊 强调八个字 绝不能前紧后松 绝不能上紧下松 这词这词讲的好啊 一般是雷声大雨点小 是吧 举得高落得低 那轰轰烈烈一阵地皮一身 然后一施 没向下也是 这次要求你不行 绝不能前紧后松 绝不能上紧下松 也就是说要层层传导压力 省级政法机关干部干警 同此在内 根据中央的部署呢 这不是中央政法委的部署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 16个中央独岛组 再次整装出发 到全国各地亮出督导力剑 督导是一把剑呢 是吧 这过去按咱们老旧书上 评书上的说法 那叫上方宝剑 上方宝剑在此 哇 都老实了吧 对不对 一个督导组 那一共才16个省吗 不 一个督导组负责两个省 或者两个市区 这样一下16个 叫32个 全国差不多不开了 现在呢 都已经进入到位了 而且这一次中央独岛组 将对呢 市县两级的统筹督导 转为对省级机关的 直接督导和住点式之导 对吧 县里不是不管 也要管 对省级机关的直接督导 和住点式的督导 以前我们在反腐败的时候 王岐山同志有一个战术 杀他一个回马枪 对吧 回头看 你以为 学士组走了 学士组又回来了 而且呢 你在学士组刚走之后的表现 同此记录在案 杀他一个回马枪 这一次呢 我们直接住点 这次来了 不走了 这对于这个政法 这个队伍的正对工作 非常重要 而且这一次呢 有点细节 也需要值得提一提 第二次整顿当中啊 中央督导组复杂对象层级 对象层级提高了 接收线索的渠道更直接了 看案件公众账号 这是这是中央政法委的账号 应该说的比较比较这个权威的 他说啊 这次呢16个中央督导组 那举报线索呢 扩大举报信息来源 进驻期间 在31个省市区 开展专门邮政信箱 受理群众举报 邮政信箱 16个督导组已经全部发出了 设立举报信箱的这个公告 受理范围什么呀 受理范围就是你所在的省市区的 政法委呀 你的高法呀 检察院呀 公安厅啊 司法局呀 监狱管理局等省级的政法单位 以及你的片内的中央政法单位的 搜索单位 包括垂直单位 包括派出机构 所有的政法干警 违纪违法问题 全都包括 好 那再具体说 再具体说我看 首先是干警干预司法 第二是插手案件处理 第三是充当司法前课 第四是呢 违规插手经济纠纷 第五是呢 违规插手干预工程建设 第六 那是干警的家属 利用干警的职权呀 影响力呀 从事经营活动啊 等等线索 这六种情况 不仅仅限于六种 其中呢 还有呢 还有呢 不受 对于不受理范围 这些东西呢 不受理的 现在不属于这六种的 但是呢 也同时规定 你得转 转有关方面去受理 受理时间 今天这次也做出严格规定了 除了吉林到11月5号之外 湖北 湖南 广东三省到11月15号 贵州11月中心以外 其他各省市 统统截至10月31号 现在是9月 这一个多月 几落密鼓 你想想多少人热锅蚂蚁啊 多少人 你可以有机会 你马上去向有关方面举报 这次呢 16个督导组的举报信箱 全都公布出来 现在上网一查全都是 那中央第一督导组 举报信箱是北京市A01208信箱 受理时间是2021年的9月1号到2021年的10月31号 我刚从东北回来 东北辽宁省沈阳A002号信箱 受理时间2021年的8月18号到2021年的10月31号 中央第二督导组去哪了 中央第二督导组在天津 天津0 A01243号信箱受理时间呢 也是8月27号到10月31号 中央督导组第二督导组呢 石家庄 石家庄天下第一庄 A717号信箱受理时间8月19号到10月31号 然后接下来是中央 不是一个督导组管两个省事吗 中央第三督导组山西太原 因为山西啊煤矿啊 所以呢过去曾经发生新他方式腐败啊 太原市信箱是A227号信箱 受理时间是8月26号到10月31号 这是第三中央督导组到西安去了 西安去了 甲平蛙写小说 常常住那个地方 西安市A072号信箱 受理时间8月25号到10月31号 中央第四督导组你去哪了 奈蒙古内蒙古当地人说奈蒙古呼和浩特A280号信箱 受理时间是2021年9月2号到2021年10月31号 第四督导组宁夏呀 宁夏区004号信箱也是到10月31号 中央第五督导组在哪 在吉林长春 一说吉林长春我就想起来 他们那政法委系统曾经有关的一个局级干部写过一本平安经 北京机场平安 天津机场平安 大庆机场平安 什么 古号的机场平安 心平安 肝平安 脾平安 横胳膜平安 腿平安 脚鸭子平安 然后这书还到处去卖 这种事不在这次举报范围之内 还是在举报范围之内 这种腐败啊 五花八门啊 你这像什么样子吗 这个干部先生 最后处理结果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 在吉林长春市A066号信箱 受理时间到10月5号 知道吧 延长 这次我们黑龙江哈尔滨市A349号信箱 是中央第五独岛组 中央第五独岛组 黑龙江啊 真是事不少啊 这次受理时间是8月25号到2021年10月31号 第六独岛组去哪了 第六独岛组是上海市 上海市A03007 上海大呀 所以这个信箱号都多一个A03007 007你想想厉害不厉害 受理时间2021年的9月8号 一直干到10月31号 这第六独岛组呢 还去一个地方 埃着呀 上海里哪里 江苏 南京 南京市A166号信箱 受理时间是9月11号到2021年的10月31号 第七独岛组去哪了 杭州市 杭州啊 改革开放 呃 师范区 然后呢 共同富裕师范区 浙商 民营经济发达 浙江已经搞得很好 但是自从周嘉勇的事出来之后 很多人都发现这个地方 正常关系方面也是出了一些问题啊 对吧 所以这一次征法委系统啊 那也是要重点重点整治的地方 A717171信箱 受理时间是到31号 这第七独岛组呢 还去一个地方 那河飞啊 河飞 河飞这十几年真是见识的不错 十多年前 二十年前我在河飞那地方 在安徽卫视有个家人访谈节目 我在那做主持人 那个时候河飞真叫破破烂烂 好山好水好地方 弄得真不像个样子 这十几年一届接着一届的干 大家这小二十年了吧 河飞建设的真好 经济增长速度很快 但是这次呢 河飞A090号信箱 受理时间到10月31号 我才说到第七独岛组 一共多少个独岛组 16个独岛组 每个独岛组 两个省市区 我做节目就喜欢有这样的好消息 因为这样的好消息 老百姓一听 好啊 信箱知道了 时间知道了 我那个冤枉的事 我现在有地方讲了 我要向中央 那独岛组申诉 即希望您的问题 能够得到解决 即希望我们第二次 政法系统的这种 这个教育工作 能够受到圆满的成效 感谢政法委长安界 给我们提供这些确切的消息 像类似这样的信息 什么信箱到几号啊 这种事司马南是不敢编档 必须有所遵循 要有摆有眼 来由确切真实 感谢收看 下期见